欢迎锁定3月3号的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 网络交友竟然涉及金钱交易 换一日情人约会 台北市原名男子 透过LINE约女网友到西门丁约会 过程中遭到女方指控习凶 而女网友当场生气到老朋友来围殴男方 事后双方告上警局 但因为监视器并没有拍到男子习凶的动作 信骚罪证不足 检察官最后判不起诉处分 晚间7点多人来人往的西门丁闹区 骑楼里几名黑衣男集体队一人施暴 不只拳打脚踢更试图把男子拉出骑楼 吓得路过的民众纷纷停车观望 而他之所以被打全是因为涉嫌偷没女生 当时男子花了2000块 约女网友到热闹的西门商圈约会 体验一日情人活动 没有想到过程中疑似越界 惨遭女性友人为殴 被打的酌性男子在网路LINE约女网友见面 两人携商参加一日情人活动 并以2000元做交换 没有想到过程中遭女生指控 原本只说好接吻 到现场男生却越来越超过 不只拍头甚至头摸胸部 气的女子当场撂朋友打人 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就让人家摸胸部 我觉得有点over 母汤啊 太夸张了 大部分那种都是有特殊目的 被打我觉得是有点太over了 男女三番都应该有个默契 就是他们应该 女人应该知道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男人也可能知道 应该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看他们底线在哪儿 民众看法不一一 但应监视器没有拍到男子 席凶的动作 而女子也无法缺食举证 检察官对男子采 不起诉处分 事后男子也对殴打嫌犯册告 以金钱交易的一日约会 本就风险高 在没有足够信任的基础下 对双方都没有暴障 民众还是别轻易尝试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台北采访报道